还记得当年那个小学时代 就能在白米赛场狂飙12秒的小女孩吗 日前 日本广岛举行了 第70届全日本中学通信田径大赛 来自神边西中学的14岁女孩三豪梅宇 再次以其独特的跑姿 优异的成绩 成功吸引了媒体网友的关注 在三年级的女子白米决赛中 三豪梅宇以11秒57夺冠 刷新了陈锋14年之久的日本中学生记录 此前的中学生记录是2010年 图景信南创造的11秒61 事实上 在预赛中 三豪梅宇就跑出了11秒60 几乎打破了历史记录 但由于当时风速是2.6米每秒 超过了合法风速范围 最终成绩和记录擦肩而过 而在决赛当中 三豪梅宇遇到的风速恰到好处 刚好是2米每秒 最终 他也成功打破了中学生记录 与此同时 三豪梅宇新创的记录 在日本U18历史上可以并列第三位 此外 三豪梅宇的奇特跑姿 充满爆发力的起跑方式 也引发了很多关注 毕竟 在这种方式情况下 他还能够保持每年都在进步的成绩 实属不易 当然 目前来自中国浙江的田径名将陈于杰 仍然在竞争中遥遥领先 此前的2024年 全国田径冠军赛 继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 陈于杰以11秒29 打破了自己保持的 女子100米亚洲少年记录 终日两大未来之星冉冉升起 亚洲女子田径未来可期